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本來這一集是想來個慣例的圖文不符推薦遊戲時間 但有些都已經公測了 所以就乾脆出個雜談吧 快速帶過這個月我在廣告上有看到的遊戲 首先是星之夢幻島 異世界 7月1號公測 它的前身就是星之夢幻島 在2022年的2月24號公測 當時還找了唐祈陽來代言 不知道看有沒有算到這款遊戲之後會跑路 陸服的名稱叫做聖鏡之塔 開發商是中國的樂有方舟 為昆仁萬有的子公司 台福爾商店雖然是掛在一個陌生的名字下 但它的聯絡信箱跟聖鏡之塔的國際版是用同個網域 所以可以合理的推測他們是同一間 那遊戲其實也是典型的幻片MLO啦 專門騙小可愛用的 依照這個過時的品質 大概很快又會再次跑路了 反正這次撈不到錢再換名就好 再來是結束三國 疫苗開戰 7月11號公測 台灣帶也是GMAI 就是山區護嶼的跳板 他們家遊戲我之前也講過很多次了 感興趣的話可以去頻道上搜尋 而本次的遊戲跟過往的玩法其實沒有太多的區別 如果按時間線來看的話 2019年的真龍霸業 再到2022年的破局 三國中章 然後2022年的三國英雄龍光 基本上除了名字換來換去以外 都還是那個樣子 而且還號稱自己是5A級畫質 這5A該不會指的是 可怕的畫面 老人的音效 可笑的劇情 糟糕的玩法 業餘的製作品質吧 那確實你都具備了 基本上這類策略遊戲 要玩的話還是挑那些大廠吧 反正同樣要砸錢買快樂爽 不如投給一個活得久一點的 這種一看劣質短命的就算了吧 公測一款倒一款 只有業配會在那邊跟你說 非常好玩快來玩 到時候很快你就只剩下跟AI對戰了 當然你覺得有意思的話就當我沒說吧 接著是最強船王 7月17號公測 台灣代理是河流遊戲 原因商是掛在雷霆遊戲下 跟陸服是同一間 這款陸服叫做神舟千石坊 在1月30號公測 主角是美食加模擬經營啦 PV看起來還不錯 但實際的畫面跟玩法真的就挺一般的 然後台服在還沒有公測的時候就趕著圈錢了 真的很符合我對這些廠商的想像 而且我看這個遊戲的關注度也並不是太高 我也加這類經營品項在台灣也並不是太熱門 我是覺得挺不妙的 希望不會在半年後就默默關服跑路啦 再來是仙劍奇俠傳新的開始 台灣代理是喬威數位 商店掛的是GAMBA 之前講過就是凱因網路 而這兩位來自陰間的黑白雙煞 絕對是不會推出陽間的產品啦 這都我講過恩變了啦 但信不信都是命運十字門的選擇啊 遊戲最早是在微星上架 然後今年1月26號上架陸服雙平台 內容大部分是照著老版本復刻的 但它簡化很多流程跟探索要素 場檢刻畫也明顯弱化很多 而且戰鬥音樂居然還是三代的 真的這挺魔幻的 然後作為經典的洗澡環節也被削弱了 演出的細節還不如老闆生動 就廠商要片刻可不可以多少裝一下 這些年的技術力都點到如何效率割韭菜上市吧 反正想當勤懷黨就去吧 但真的不要以為給這些遊戲儲值 廠商就會推續作 現在這個IP除了用來消費跟榨乾剩餘價值外 真的已經毫無用處了 或許再過幾年 仙劍就會從台灣人過去的經典遊戲 變成未來年輕人口中的 仙劍不就是款換皮遊戲嗎 真的謝謝這高達200萬的韭菜門預約囉 再來是瑟瑟英雄 台灣代理是魔方數位 原因上為Joynex Games 就是我常講的買蕩之王1399 歐美版早在4月推出 成績還算不錯 但明顯沒有之前的僱傭者傳說強啊 玩法基本上就類似達達特工這類無雙歌草 他們在英文名字上也取得非常像 而且他這一場上的做法其實也越來越模板化了 我之前也講過在台灣找韭菜募資調整遊戲 然後再攻堅日韓大國 真的再次感謝台灣人 自知不見的給這些廠商做調查樣本 才能讓我們一直玩到這些好的遊戲啊 然後廠商賺越多錢 然後再出越多這樣的遊戲給我們玩 這不是雙贏 什麼是雙贏 記得是三國 戰地無疆 台灣代理是星河遊戲 原因上是中國的星輝遊戲 很久以前我用Youtube的Short 講過他們另一款遊戲 最強武士道 不過這款遊戲在今年也已經收攤了 弱服的原因上是騰訊 遊戲在去年的8月24號推出 整體的設計框架跟騰訊的另一款 重返帝國的相似度非常的高 不過現在這類三國題材的策略遊戲 雖然都標榜自己的玩法有什麼差異性 但其實最終的框架設計都是差不多的 始終也打不過像網易、阿里 他們早早就推出佔領市場的老產品 而且其實不管是怎麼樣以輕度做標榜啦 但他仍舊是服務於社交加課金玩家的產品 所以我對此的評價還是跟前面那一款一樣啦 再來是三國雲夢露 台灣代理是遺憾數位 原因上是天油 也是個搞詐騙廣告的老冠犯了 外加這個遊戲的開發商是遊主網路 這個debuff直接疊滿 陸服是在3月21號公測 而肉眼可見他的成績非常的慘 但也非常符合這些草短線遊戲的劇本啦 所以你不妨可以再動一動腳趾想一下 依照台灣人的課金習慣跟用戶技術 這款能撐多久好了 雖然天之地之你之我之獨眼龍都知道 可是新台幣只有是香啊 一堆網紅藝人還是真香推薦你來玩 反正別人的韭菜死不完 確實啊 關我屁事 關你屁事 關他屁事 放下助人情節 尊重他的命運 這次的廣告投放也蠻有趣的 居然直接把中國的廣告商都標示出來了 現在是長都不長了嗎 那我稍微查了一下 這算是一間蠻老牌的中國公關公司了 旗下子公司還曾經在台灣插旗過 那如果未來有更多資料的話我再來討論 那我想很多人大概是被什麼 黑暗三國的廣告吸引的 但真的 不要想太多了 在一場上我一定復甦過恩便了 過往很多素材都是到來的 唯一只有煉財騙錢這件事是真的 最多人看到應該是這個說故事的素材吧 就也是從別人那邊偷來的 就什麼廠商就會做出什麼樣的遊戲 真的建議花點時間動動手 主動去了解一下他們過往的遊戲運運狀況 不要再被動接受資訊了 他們還有另外一款預約中的 胖太郎周妖記 台灣代理是一亨 雖然商店換了一個營運商 但稍微查一下就知道 還是添油的 這遊戲就屬於點擊類玩法 可以參考之前的咸雲之王 所有內容都沒有任何差別 只差在動物的形象跟各位優秀的課金內容 而且中國廠商也很妙 同類產品只要熱門的話 都會集中冒出來 像是上個月才公測的 這個三國胖嘟嘟 以及三月公測的 胖嘟嘟主攻大作戰 但歷史真的是個圈 該上當的還是會上當 總是會不斷循環同樣的劇情 就看這次能超渡多少的韭菜吧 接著是7月19號公測的 野獸領主 新世界 台灣代理是一亨 實際開發與髮警商為中國的星河護瑜 國際服飾已經運運快一年了 陸服則是在上個月才公測 而開發商的上一款作品則是小小以國 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他就是把之前遊戲換皮就蹲上來了 然後蠻神奇的是這款遊戲 在台灣的FB 居然沒有什麼討論度 對於這種非常依賴買量為生的遊戲 這個操作真的很迷啊 還是說廠商已經改靠抖音 或者其他平台來投放了嗎 按廠商這個製作思維 可能下次也就會換成什麼海洋生物了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再來是斗肉大陸 史萊克的學員 而當我知道陸服的運運商是台灣遊戲 台灣是中手遊之後 去查一下果然不意外 遊戲就是個常見的換皮MLO 沒什麼可講之處 這些廠商真的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而且在中國 似乎任何一個IP 被做成換皮MLO 都是個必經之路 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你們進化到下一個階段 其實我也很疑惑 斗羅大陸這個IP在台灣並不是多熱門 為什麼廠商要一直來推 還是單純就是能撈一點是一點呢 然後順便講一下 我最近很常看到的一個叫0.1折遊戲 這其實是在中國大量出現的行銷模式 而在更早以前就是以內部玩家來包裝 大致上都是宣稱可以用更低的課金金額 或者更好的遊戲體驗來吸引人上鉤 但這些平台很多都不是官方正版經營的 遊戲也常常是那些成本較低 或者是商業價值較低的產品 而且由於這個模式過於泛濫 還出現詐騙行為 所以還被微信給禁止了 不過終歸 羊毛出在羊身上 貪小便宜從來沒有什麼好結果 最有可能就是白花錢又求償無門 所以看到這類平台的話 還是請遠離了吧 再來稍微聊一些正常的資訊吧 首先是月底即將公測的白金火儀狼 台灣代理師配語數位 那這款之前已經講過了 除了美術比較挑人 養成稍微複雜的外 本身的玩法還是頗具策略深度的 有打出自己差異化的部分 但也因此讓這個遊戲變得比較小眾 在商業表現上的反響並不是太好 討論度也並不高 雖然近期的更新有將繁瑣養成減負 還有優化一些早期的角色跟投放福利 但效果如何 就要再長期觀察了 不過你已經玩你市面上的那些遊戲 想來點不同口味的話 還是可以試一試了 再來是繪圖轉身的 妖界黃昏 妖怪皇帝與中菸的夜叉雞 本次的代理是華裔國際 而上次代理是王毅的海外品牌寶傳 在去年的1月10號公測 然後4月就馬上公告官府 感覺就是來騙紅包錢的 然後還偷我影片打個廣告 王毅你說說 我該怎麼喜歡你呢 官方目前還算挺老實的啦 沒有動不動就甩百塊玉葉來嚇唬人 那額外補充我對這款遊戲過去的評價吧 它的內容量確實是很豐富 但它呈現的方式會讓它看起來顯得很勇總 就很有早期日式手遊的風格 明顯是已經不符合現在台灣人主流的偏好 要簡約輕量放鬆模式 所以我一方面是蠻佩服廠商 選擇代理這款遊戲的勇氣啦 一方面也很擔憂 台灣市場是不能支撐這類遊戲的運營 而且日服已經運營多年 且非常穩定 該玩的玩家應該早跳過去了 真要舉玩台服的好處 大概就只有更穩定的本地化版本 卡值未來市 還有很多老前輩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如果用戶量少的話 發聲是比較容易被聽到的 雖然官方記者會有表現出長線經驗的態度啦 但現實終究還是得看數據表現了 接著是有人提到的無名之師 最近在封測階段 那台灣代理石巴黎皇 目前商店是掛在他們另外一間分公司匠聖 但因為還沒有正式運營 所以後面會不會調整就不知道了 開發商是來自中國的良效樹美 一間生產公仔模型為主的廠商 那我稍微下載玩了一下 它主打是很滿動作 不過操作玩法上並沒有太多拆話部分 尤其建模是真的挺粗糙的 人物跟戰鬥的風格化也不夠明顯 廣告目前呈現的內容 其實是很難打到大眾視野的 要不趁現在投入並不多 乾脆收掉止损如何 接著是幾款韓國來台遊戲 戰界諾哲尼亞 是Kontours旗下老遊戲IP改的作品 那遊戲去年6月在韓國推出 開服的時候還能勉強擠進前20 但後續就一路向南了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出在玩法跟雙硬模式 它依舊還是個類天堂模式 雖然是這種卡通渲染風格 但對客舰的要求依舊很寫實 不過最近韓國好幾款MLO攻台的成績 都並不是很理想 甚至還跟陸版的幻品MLO打個五五開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現在廠商不夠蒸氣 還是客長們更重情義 我小時候是天堂No.1 現在還是天堂No.1 再來是浩元NCsoft旗下的劍靈IP衍生座 就是我之前講過的那個Pajab PSS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它的遊戲PV要搞得跟蘋果產品發表會一樣 學這些也不代表你遊戲會比較好玩 而過去劍靈的成功跟吸引人的地方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金亨太的美術 但現在都已經失去這些要素了 其實也沒必要打著原IP的名聲啦 那看官方影片介紹 它的玩法也是類似過去 MLO戰裝甩技能的模式 然後技能改用人物取代 然後導入抽卡模式 而官方所說的全新切換式RPG 其實這也只是在部分關卡中篩入了回合制玩法 可是如果真的要這樣說的話 很多遊戲都有篩入別的類型的玩法 那他們是不是也可以稱作切換式遊戲了呢 只能說宣傳部門真的是辛苦了 硬要為上層這個老東西 生出個新名詞來包裝讚揚 期待未來你們可以生出更多XX式RPG吧 然後巴哈的小編也是挺高情商的 這就是會做人啦 來看他怎麼說的 能感受出NCSOFT嘗試跳脫過去天堂等作品的刻舊 企圖以不同美術風格 創新玩法等方式開拓嶄新的道路 但實際遊玩後會發現 基本上是以較為復古的MAORPG玩法為基底 搭配現代化遊戲的一些思路加以呈現 所以彎彎繞繞一大圈 不還在回歸到傳統MAO的框架嗎 NCSOFT還是沒有跳脫出來啊 依舊是熟悉的泡菜最對味啊 看來天堂真的就像個永生的詛咒啊 刻在NCSOFT的DNA裡面 怎樣都掙脫不出來 然後再來是有人提到的劍遠跟啟城 是放置類遊戲的始祖立立斯 基於劍遠IP的續作 在這美術風格 相比他們上一款眾神派對 真的是舒服不少啊 我相信他們應該也不會去搞那種特殊風格了 真的有點太偏門了 玩法上雙在養成比劍遠輕量化不少 但他能做的事情還是挺多的 然後這類放置遊戲如果開局追難度或者PVP 就很容易中廠商的課金陷阱 我建議的話是先玩幾天試試看看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不要一鼓腦馬上就開始課金了 其他的話就換有玩過的觀眾補充了 最後這換塔的工作是開發的新遊戲翼環 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放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最近完美的世紀比較低迷 所以急需要給股民打雞血 順便拉拉投資 那遊戲是以虛化5開發 而且是一個大型開放世界的題材 感覺在手機段優化並不太妙啊 不過或者廠商就想把重心擺在主機跟PC市場 然後少量手機用戶為輔 目前他們沒有說是單人還是MLO類型 大概會等幾輪測試後才決定方向 但多半會是偏向後者啊 看遊戲目前的做法應該是不會走UGC的模式 然後這種大世界遊戲 如果劇情、任務、交互上沒辦法做得更突出 如果有效降低開發成本 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靠多人社交去彌補 否則僅靠一個大而空的設計框架 玩家很快就會玩膩的 然後也很難片刻 像願意16升就是個很好的案例 雖然官方號稱測試數據很棒 但最後還是決定延期公測 然後還要全面優化 以及增加更多多人玩法 其實說白了就是廠商原本想走單機的路線 結果實際的付費數據並不理想 所以只好回頭走老路了 外交上半年號稱重金開發的射雕 已經變成墜機了 沒有承接到溺水寒的摔退 所以這款遊戲已經不可能再犯錯了 雖然這個月有網易還有另外一款 七日世界全球公測 但目前也只有PC端 是不是能獲得商業成功 還是要再等等的 不然只單看評分評價的話 BANANA直接屌虐一堆遊戲了 依照PB新階段展示的內容量 明顯是比網易的無限大多非常多 兩款遊戲的基調其實也很像 都是走都市加怪談路線 就看到是誰先上線來驗證市場的可行性了 但目前更深度的交互還有殺招還沒看到 反而給我總換塔的即逝感 相似的地圖場景載具玩法 在換塔中都已經存在了 即便有人說這個PB是換塔之後的更新版本 我相信也不會有人懷疑 雖然我看很多中國自媒體 都把它標榜成二次元GTA 單看目前展示的內容 大概是不可能做到那種程度啦 而且GTA的核心玩法 是玩家扮演罪犯來行善 還有像是黑幫犯罪成人暴力 對現實議題的批判等 如果真把這些敏感要素塞進來 公司準備原地爆炸吧 趁知名大作固然是個吸引眼光的好辦法 但到時候吸引到不適合的用戶 又要被靠北了 千萬不要覺得我是在小提大作 不過就是個稱呼 大家方便理解就好了嘛 確實啊我也覺得無所謂 但就講近期好了 中個某個不能說還沒上架的單機作品 就可以在遊戲的玩法上 到底是類XX爭論半天 你永遠不知道那些號稱專業的自媒體 想搞輿論不要停擋吸引流量 可以做出任何想不到的事情 我也是不太明白 為什麼完美不考慮做別的類型 例如輕度但精緻化更高的產品 這樣對現有的換塔影響也會比較小 甚至可以避免遊戲上限後 兩邊的人馬對立 當然除非廠商的目的 就是想把既有的玩家轉移過去 然後慢慢淡化掉換塔這款產品 不過說那麼多 遊戲還沒上限前 都僅供參考啦 聽說9月9的星霞市玩的活動了 到時候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不過就算現在被眾人捧成明日之星 等體驗到完整內容加商場模式 又是搶導眾人推也不一定 像我之前提過一拳超人世界 上限前也是社區輿論看似好評 結果海外推出後 成績不理想 團隊面臨裁員 不知道這個遊戲何時會收掉 所以還是不要擅自把期待放得太高 然後他們家另外一款 管理性百萬亞瑟王還 台服預計是在8月推出啦 我是不知道台灣會先上當白鳥鼠 還是會跟陸服同步 我是希望廠商不要拿台服當測試員啦 本能對這個PVP打牌是沒有太多興趣啦 就留為有緣人了 本來結尾其實還想講一下 中國B站那些自媒體 開始逐步沉淪的話題 但還是跟著下個影片一起講吧 不過我還是蠻期待 現在那些惡意 會在未來化作迴旋標打回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還是有個拍子 請你詞